恭喜房正东4比0的大比分很少了 19岁的莫雷高德获得了视频赛难当冠军 王浩跟房正东的师徒二人成为了如今乒乓球堂的第一师徒 到底是为什么呢 谈到这里之前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尝一下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共同跟大家聊聊以下的几个点 首先要聊到房正东在前面的几局比赛当中 面对这名19岁的欧美天才选手 那么他可以说还是嫩了点 24岁的房正东要比他大5岁 而且在球场上的经验技术跟打法 都是基本上完全克制住这名19岁的天才莫雷高德的 而值得高兴的是房正东全场比赛当中 可以说打得非常的干净利落 而且他是打得非常的出色 成功的获得了冠军 没有任何的托尼带水 房正东这一种优秀的表现 他就给了咱们国平队伍以及刘国良很好的一个好消息 因为接下来这就意味着马龙正式迎来了接班人 房正东面对着年轻的选手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就意味着小胖他的总体实力更发挥 已经在大赛当中真的是扛起了重任 基本上不会发生任何会掉链子的行为 那么如今的房正东经过了四平赛的考验 可以说我们上半区当中原本房正东他跟梁静坤 还有林高远王楚清就扎堆在了一起 而下半区周启豪早早就被淘汰出局了 这种危难的情况下房正东他挺身而出 而且接连击败了我们国平队伍当中的 林高远王楚清以及梁静坤最终还击败了欧洲的这名天才 成功获得了冠军 这就说明了无论遇到什么突发的情况 只要说派上房正东 那么最终的冠军一定是属于我们国平队伍的 恭喜房正东成功获得了冠军 而且四局比赛打下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房正东尤其是打到最后的时刻 简直把对手的心态都给打碰了 因为对手有一个高球的时候 直接为了去挡球直接倒在了地上 可以说对手也是非常的无奈 毕竟才年仅19岁还非常的年轻 而打到最后的一个球 当房正东防守的一个横球杀过去的时候 对方也是有点目瞪口袋的 他看着球从身边溜过 但是他却没有任何的反应过来 他也是定在那里眼睁睁的看了整整两秒钟 最后的一个球也是让对手好好的上了一课 而本场比赛打下来 其实好在对方心里面有所准备的 他哪怕说输掉了整场比赛 他心里面早就知道这个结果了 而且在赛后也是大力夸奖了 房正东真的非常出色 他有幸面对小胖这名选手 真的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那么总的来看 我们可以了解到 小胖之所以会有今天 之所以成绩提升这么的快速 背后离不开一名核心的主教练 他就是王浩 王浩这么多年 他陪伴房正东一起走了过来 而且今天打完冠军的奖杯拿了下来之后 王浩第二天就迎来了生日了 可以说这一个奖杯也是给到王浩主教练 很好的一个礼物来的 那么王浩跟房正东师徒二人 多次联手一起参加了很多大赛 房正东不仅获得了四个世界杯的冠军 而且现在还拿到了四平萨的冠军 三年之后只要获得巴黎奥运会的奥运冠军 房正东就可以完成大满冠了 按照目前的趋势来看 那么房正东跟王浩师徒二人 当之无愧 国拼队伍当中以及现在的国际拼堂 最强的师徒二人组 那么大家是否祝贺房正东 以及祝贺王浩这师徒二人 成功四平赛独冠了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也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 尝一下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 下期